人类体温正在下降 或许回不到37摄氏度了 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 朱利·帕森内特教授 以及她的研究团队 通过研究美国南北战争时期 战事的体温资料 然后再将一百多年前的体温资料 与今天美国医学库里的体温资料 进行对比 这次体温对比数据含概面很广 主要包括三组 南北战争时期 及随后几十年的 83,900份军人体温记录 全美健康与营养调查的 15,301份体温记录 以及斯坦福转化研究数据总库的 578,222份体温记录 通过67万份体温数据对比 帕森内特教授发现 在过去的160多年的时间里 不论男女 人的体温正在不断变凉 其中 男性的体温变化尤为明显 和以前相比 男性的体温下降了约0.59摄氏度 女性的体温下降了约0.32摄氏度 我国的第八版诊断学指出 次量人体不同的部位 体温会有差距 最常见的液测法 体温正常值区间约为 36摄氏度到37摄氏度 虽然很多人的体温也许还停留在37摄氏度 但种种迹象表明 现在人类的体温下降已经成为事实 并且已有的资料显示人类的平均体温 正以每百年0.3摄氏度的幅度稳定下降 体温降低会导致免疫力降低吗 人类是一种恒温动物 体温需要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 才能保证机体的功能正常 比如免疫功能的正常运作 根据研究 我们体内的酶和其他激素 在不同温度时的活性不一样 酶醋反应速度 需要在最适宜的温度才能达到最大 体温高于或低于最适温度 酶醋反应速度均降低 而人体各种酶的最适温度 在37摄氏度左右 一旦我们的体温降低太多 会导致人体内的生物酶 激素活性低 免疫低 那这是不是说明 人体的体温降低 免疫力也在降低 答案是不一定 因为在一百多两百年前 人类的生活条件 医疗水平不那么好 可引起体温升高的炎性疾病很普遍 今天 虽是医疗水平的提高 疫苗的使用 以及生活环境变好 让人体的炎症疾病减少 所以体温降低也是正常 所以说 体温低不一定代表免疫力降低 不过 体温确实和人的免疫力有关 正常的体温既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又不至于破坏生物酶 因此 人类才需要一套精确控制体温的系统 如果出现大幅度的体温波动 对人体免疫力还是有影响的 科学家也感到困惑 体温降低是一种进化吗 关于人类体温下降的原因 科学家们都表示困惑 全世界的科学家们提出了很多 关于体温下降原因的猜想 其中一个是进化说 即 人类降低自身的体温适应环境 自从人类进入工艺化时代之后 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不可避开的话题 研究数据表明 虽然是人类的活动 大量温室气体被排放到大气层中 使得地球气温升高 和一百多年前相比 目前地球的平均气温上升了约0.5摄氏度 由于全球气温都在升高 如果人类自身的体温还维持在37摄氏度 在如今的高温环境下可能使得体内温度过高 会破坏生物酶的DNA复制 影响新陈代谢 因此 有科学家认为 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说的一样 人类在降低自身的体温 是为了适应逐步升高的全球气温 不过 体温降低是不是人类的一种进化 还不能下定论 也许未来某一天 科学家们可以解开体温降低的谜题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人类体温想要回到37摄氏度 还是比较困难的